1688全面进入淘宝 这是要卷死电商还是要卷死自己啊 最近呢电商行业又发生一件大新闻 就是阿里集团四小龙之一的源头厂货直销平台 1688在淘宝开了三家店 1688严选淘宝店 1688企业自采天猫店和1688工业行家选天猫店 据说啊这三家店在后期呢都会整合为一个类似于天猫超市的频道 并且在淘宝推出1688严选贴牌的源头厂货 而对于源头厂商来说呢 他们是不需要自己在淘宝开店的 而是入住1688的店铺之后呢 通过半托管的模式和1688商量定价 然后把货交给1688之后呢 直连消费市场 有订单之后呢 商家负责发货和售后就可以了 其实早在去年11月呢 阿里内部啊就已经把1688正式升级为淘宾集团的一级业务 和闲鱼丁丁夸克被摆在这个业务的四小龙的位置上 再加上这次全面入淘的大动作 看来阿里是要跟拼多多和抖音一决高下了 你说淘宝发展这么多年也是有过辉煌时候的 但是现在在业务上的颓势呢也是再清楚不过了 作为传统货架电商 阿里的盘子呢仍然占据50%的市场 但是在电商增长之上 还是要看拼多多和抖音了 并且随着电商行业的下沉 以及消费降级的趋势 阿桃里还有很多中小厂商流失到拼多多和抖音上 那跟淘宝的颓势相反 1688的表现却是一路高涨 截至到去年12月呢 主动打开1688APP的用户数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买家会员数高达2亿 年成交额突破了8000亿 年冻销商品数1.5亿 就连plus会员店白排超市的会员数量 也达到历史新高的100万 可以说把1688全面入逃 是阿里的一种自救啊 提供 employees 赶,340余,1193 。 差不多 spun